欢迎收看小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教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 就叫做这个于是定理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没有很复杂 如果f of x 是一个多项式 那我们随便举一个系数随便放 就是a然后4次 假设4次 ax 4次加bx 3次加c x 平方加dx 加1 那我去除以一个这个ax减 t 这个除式x减 t是一个一次式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我们就会知道于是一定是常数 可以吗这个我们上次讲到了 这个于是一定会比除式少一次 这个我们在做直式处法的时候就会体会到这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于是呢 用一个代号k来写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f of x 等于 q of x 乘 x 减 t 加 k 就是这个被除式是除式乘伤加于是 我们之前是把除式乘伤加于是嘛 所以我们把除式写前面啊 但是因为这个ax减 t 是明确的 然后这个q of x 是比较就是你知道一个代号而已 所以我们把它写的前面一点 让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它不会卡在中间看起来很臭 所以它乘以这个 商乘以除式加于是 那于是因为是常数 所以我们写一个代号k就不写k of x 也是可以写k of x 但是我们因为是常数写一个代号 考虑到 考量到如果这个时候我能够让x减 t 等于0 那怎么让x减 t 等于0呢 也就是x如果等于t的话 那x等于t的话 这一条式子会怎么样 也就是我现在用x把x用t带进去 那所谓f of x这条式子把x用t带进去就是f of t 那这样f of t会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个f of t 这个时候f of t它就会是qof 我等于后面的x都要用t带进去 我等于后面的x都要用t带进去 那这个时候f of t它就会是qof 这个是t减 t是0加k 所以这边就变0了 对不对 所以f of t它就会直接等于k 那这个道理 我们就说它叫于是定理 什么样的道理呢 多像是f of x 如果去除以一个一次是x减 t的话 那这个x减 t让它等于0 这样子x等于t 这个t带进来f of x 就会刚好是它除完这个x减 t的余式 这个余式就会是f of t 这就叫做余式定理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最后这个余数 余式也就是余数 因为它0次它就常数 所以你可以称它为余数 也可以称它为余式 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的余数并不是一开始的这个常数 它是经过除完之后剩下的那个余数 我说如果它除以x减 t 留下来的这个k是用f of t带进去 那如果我要求1呢 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 这个1就是f of t 那你会发现其实你拿这个式子去除x 除完前面是不是就都整除 就是余1嘛 那x等于0的时候带进来就是1 这也符合余式定理 可以吗 那在这里就是老师们多讲这么一两句 避免学生误会或搞混 余式定理跟原本之前求常数的差别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题 这个x3次-3x平方加x加1除以x-10的余式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根据余式定理 余式定理呢我们把它多花点力气来写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射程是f of x的话 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多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可以把f of x拿去除x-10 会除出一个伤 还有一个余 那因为这个是一次射所以余数是k 这个时候我让x-10如果等于0 这里是不是就不见了 那么f of x就会等于k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因为 那所以这个x-10要等于0的话 当x-10等于0 也就是x等于10 那f of x 它就会是f of x 因为x是10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是k 那是多少呢 我们把x用10带进去 所以其实是1331 1331 可以吗 好 那其实啊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式子呢 这个 这个式子其实是x加1的 x加1的3次 所以当你的x用10带进去的时候 这个就11的3次 所以1134就是133 看下面这个 如果把它去除以这个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x要带多少 如果学生他在写这一题的时候 他的x会带3 那就代表他没有学懂 那就是我们这个说明 还不够 再多说明一次 再说明一次 如果今天我把这个设成f of x 如果今天学生会写错 他会带3的话 你就要他自己说明给自己听一次 这个让这个是f of x 这个f of x 这个f of x 等于q of x 我们把它拿去除2x-3 会有一个三和余 那么这个时候我让2x-3等于0 如果我让2x-3等于0 也就是 那这样x会是多少 这样x其实是2分之3 对不对 则 这个f of 2分之3呢 它会是4乘以2分之3的3次 就是减2乘以2分之3平方加1 那2分之3的3次是8分之27乘4 是2分之27 然后2分之3平方是4分之9乘以2 是2分之9 所以是2分之18 也就是9加1是10 就是这一题 可以吗 那下面有三个问题想一想 第一个问题 除法除x-7 第二个问题 我有f of x 前面这里 这个去乘上x-1-13 如果f of x 会等于这样子的话 我要问你它展开之后的各项系数和 融合 融合了一下我们前面教过的知识 第三个问题 如果f of x是这两个四值相乘 那请问你它去除x加1的余式会是什么 这个我们也融合了一下前面的这个知识 来我们这一集小小的聊一下这个除以 其实除以这个词是挺文言文的 它是一个导庄 它是以什么除什么 比如说五除以二 其实是以二除五 在中国字里面除这个词 分开 把东西分开来 是用东西去把东西分开 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数字叫做被除 也就是说除这个动词 我们以英文的文法角度来说 除这个词的动词 其实是人 人用 这个以是用的意思 人用它的第一个界隙词 然后它第一号受词是这个 所以它是被除的 人去分了五 用什么来分呢 人用二来分五 所以这个是用来分东西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除数啊 人用二来分五 所以我们可以导庄讲说五被分了 五被用二来分了 也就是说 五呢 被人拿来分 用二来分 五除以二 我们那个中文 有什么 动之以情嘛 我感动你 用什么方式来感动你呢 跟你讲一些这个 人情世故跟你讲一些 我有很可怜 你要同情我 这样子 动之以情 那这个以就是用 那它在这里是 一个导庄 一个导庄 动之以情 其实是以情动之嘛 用情感去感动它 那我们导庄它说 感动它 用情感去感动它 那所以它这里是这个 以二除五是五除以二 在英文上面有类似的用法 就是这个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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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感兴趣 但是这个无聊呢 不是我无聊哦 这个兴趣感兴趣也不是我感兴趣哦 其实这个 board 他的动物他的主词 好 严格来说我们真的要比较好的方法 board board 他其实是使 谁感到无聊 有一些学生有一些书会跟你说 这叫情绪动词 情绪动词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不用把它想得很复杂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翻译它的时候 就准确的翻 board 这个词本来就不是人在感到无聊的 它是一个东西去使人家感到无聊 所以我只要觉得你很无聊 你让我觉得很无聊 那不是 i-board you i-board you是变成我让你觉得很无聊 是你使我觉得很无聊 比如说课本 数学 数学让我感到很无聊 会吗 数学让我感到很无聊 那我呢 我是无聊的 我被 让人觉得无聊 我被人家害我觉得无聊 i-am-board 我被无聊了 board in board 我被人感到有兴趣 所以这个interested也是一样 它其实不是人感到有兴趣 它是使人感到有兴趣 使人感兴趣 I am interested in 所以 你数学使我感兴趣是 make interest me 我对数学感兴趣 反而是用被动的 我是被感到兴趣的是 因为数学 被数学让我感到有兴趣 所以这个就跟除以的道理是一样的 5除以2不是5去分 除是分 但是这个除分 其实是人去用什么来分 所以是5用2来分 所以这个就是5除以2 那 在国一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他就会说 故意讲这个5除2 比如说假写5除2 那注意5除2不是5除以2 5除2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5分之2 他其实是 以5除2 以这个部分省略 所以是5分之2 那5除以2才是 2分之5 但是我个人不欣赏去考这种细节 因为他已经不算数学了 好 那我们来看刚刚留下来的题目 这个 第一题 我们用余式定理 这样一个多项式除以x-7的余就是去求f of 7 那为什么是f of 7呢 就是我们让他x-7等于0的话 x的值就是7 那这个时候带进来 原本除4的地方变0嘛 所以就只剩余数了 所以f of 7就会是余数 那这个余数呢 好 来看一下 感觉好像很难算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小小的技巧 可以把它抽到你的笔记本上面 怎样的技巧呢 7的5次其实是7个7的4次 对不对 7的4次乘以7就是7的5次 7个7的4次减6个7的4次 那就剩1个7的4次 那1个7的4次其实是7个7的3次 对不对 那1个7的3次再 7个7的3次减1个 所以是剩6个7的3次 6个7的3次其实就会等于是42个7平方 也就是7的3次是7的7个7平方 再乘6是42个7平方 42个7平方加9个7平方 所以是51个7平方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那么眼尖 那我可以再给一个小小提示 7平方是49 所以这边其实是51乘以49 根据这个乘法公式 51是50加1 49是50减1 所以是50平方减1平方 在最后再减1 所以这边其实是2500减1 减2 所以最后答案是2498 那你们算对呢 这个小小技巧 来看第二小题 所谓各项系数和 那这个上一期我们讲过了 各项系数和就是f of e f of e 来去求他 那会是多少呢 这里用1带进去 这里也要用1带进去 这是-13 你会发现 所以其实f of e 就是他去除 x-1的余式 所以这题很简单 只要你看得懂 原本题目是指f of x 除x-1余式余-13的话 那么他的各项系数和就是这个 就是-13 如果f of x是这两式相乘 请问他除以x加1的余式 那根据余式定理呢 我们再来很快的再说明一次 这个所谓的余式定理 所谓的余式定理呢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的f of x 这么丑陋 我可以把它拿去除x加1 除完之后有一个商 和一个余 这个时候我让x加1等于0 也就是让f of x用-1带进去 这里就会变0 那我不管这个求出来是多少 这边都是0 那这个你就会发现 我把x用-1带进去之后 就会取得余数 所以我在这边把x用-1带进去 去取余数 那在这里就是在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学生会想说 我这样子还没乘开来 那我要乘开来才用-1带进去吗 其实是不用的 乘之前 这两个括号 乘起来之前 应该说它这样子写的时候 是f of x 在你把它整个展开来之后 还是f of x 所以f of x 当x等于-1的时候 就是里面所有的x都要是-1 所以你不管乘不乘开来 都要能够让它乘起来 刚好就是那个1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带就可以了 这边这个x用-1带 -1四次变正的 所以是3 -1三次变负的 所以是加9 然后加11-7 后面这个是 这个三次变正的 三次变负的 是9加11-3 所以是23-7 16乘 这个20-37 所以这就它的余式 可以吗 16乘11多少 256加16 16乘16再加一个16 256加16是26272 那么在刚才这样子的推论底下 我们再来多介绍一个情形 我们说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我要2x加1 于是k 那么f of v就是k 如果今天很巧的是 结果这个k就是0呢 那换句话说原本这里就是0 也就是说f of x呢 它根本就可以写成 而没有余数 那这样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件事情很多次了 余数是0的话也就是整除 整除的话也就是他们有这个因数 因式和倍式的关系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用余式去求 求出来的余式是0 也就是f of x-t 我们之前讲这个 这里如果是x-t 那你f of t 求出来的那个数字如果是0的话 那么f of x就是x-t的倍数 所以我们来看这里 它说 请问下列哪一些是这个的 多项式的因式 那么这一题呢 来把这句抄起来 有因数倍数关系就会整除 就会余0 那么f of t带进去就是0 所以这个f of 负1带进去 负1带进去的话就是负1-1加7 负1-1加7加1-6 这样是不是呢 -6-1-7 是 所以这个是 如果我用正1带进去的话呢 这个也一样是负1-1加1加7-1-6 结果也是 结果它是f of 1 就它是这个x加1的倍数也是x-1的倍数 这两个都是它的因式 如果我用2带进去呢 是 写下面 -16加8 加28-2-6 这个是这个 f of 2 这样子的话 大概看一下 应该不是 这个多少 这是 8 等于12 那如果是f of 2呢 f of 2的话是-16-8 加28 加2-6 -16-8 是-24 -30 正30 这个是0 好 然后如果用3带进去的话呢 数字有点大 我们还是算一下 正3带进去是 这个不掉 -81加27 97 加 97 63 减 3 减 6 那这个应该 这个是吗 这个是 90 90 这个是 所以f of 3 等于0 那如果是-3带进去的话是 那这个就不是了 这样子是108 108-63 是45 45-3 45加3-48 所以这里有4个式子 那刚好它其实总共就是4次4 对不对 它刚好其实总共就是4次4 那这是我们这次的作业 判断一下x3次加1是否为x加1的倍式 然后延伸下来的几个问题 按个暂停看一下 然后最后有这么一集 大家练习看看刚刚介绍的这个数算的方式 x6次减7x5次加2x4次减80x3次加6x平方加15x-1除以x-8的余 下次再来教大家练习一下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